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之 金轮企业以4050万令吉收购如佛新山两片土地 分别占地6.08和5.04英亩 计划用来建设和销售商业建筑 可那个同行研究认为这次购地是一个好交易 但整体依然综合看待该集团自2017年以来的激进买地策略 行家预计其发展总值潜力高达3.34亿令吉 这转换为土地价格与发展总值比为12% 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回报 总的来说,考虑到新过路的土地预料未来两年才会开始发展 行家没有调整2021年的盈利预测 因此维持以令吉30线目标价以及超越大势的评级